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知道說過去勞工必須要任職滿一年才會有特別休假七天 但是新的制度以後只要任職滿半年 那從明年1月1號開始他就會有三天的特別休假 一年到兩年是給七天 那兩年到三年是給十天 三年以上到五年是給十四天 只要是勞動欺餓中止 比如勞工要離職的時候 或是在年度結算的時候 如果勞工還有沒有休的特別休假 這裡面的法條就寫得很清楚 雇主就必須發給代金 就是發給工資 過去雇主對於勞工衛修的天數不一定會發給工資 但是勞工必須自己要去舉證說是雇主給擋休 這個規定以後就變成 舉證的責任是在雇主 換句話說雇主如果不想要發這筆代金的話 必須去舉證說我從來沒有擋休 我從來沒有 我都鼓勵員工休假 那坦白講這個舉證的責任在雇主 在那邊是甚麼的 其中間的人是在雇主 牧師用的勞工 李偉延長 本來也有個老學 我們才會選擇 我是agens的